接着带你看到花莲的文旦幼正式的进入产季 县政府农业处在5号特别带着在地的农友 一起到了台北的新光三月摩天大楼前的广场 举办推广记者会 邀请大家在花莲幼子节的期间前来旅游 而现场更祭出了200元变400元的加倍券 民众踊跃当场秒杀 花莲是文旦幼的重要产地 种植面积有上千公顷 占全国四分之一 产量相当大 每年一到中秋节就是文旦幼的采收季 为了扩展销售管道 县政府农业处在5号特别带着在地农友 一起到台北新光三月摩天大楼前广场 举办推广记者会 3 2 1 请启动 花莲幼子节又花莲 花莲幼见花莲 我们花莲见 花莲有两个大宗的农特产品 分别是西瓜跟文旦 那进入了秋季就是我们文旦幼盛产的季节 那花莲其实是去恒国非常重要的产区 那尤其花莲的文旦幼 微酸回甜黄金比例 那现在是盛产的时间 欢迎大家可以采购花莲的文旦幼 那县政府这边每年都有推出我们买文旦幼送抽奖券的活动 可以抽到花莲的在地的住宿 尤其是解析爱美还有在地的农特产品的组合 欢迎大家支持花莲农友 支持花莲等农特产 尤其可以到花莲 我们可以在花莲一起不见不散 一连两天的活动 希望新政府提供消费者买200元送400元的加倍券 振兴活动 一天限量500张吸引民众踊跃参与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刺激消费 为花莲农友带来更多的收益 记者 徐立琴 台北市报导